热菜香五鹤茶区嘉明茶园的茶农高造曲 20多年前和茶改厂产询合作 共同研发制作蜜香红茶 并且把产学技术大方的分享推广 带动新兴茶产业发展 货班农委会111年茶产业 杰出贡献奖蜜香红茶达人 地方农会也予有荣誉 货班农委会111年茶产业 杰出贡献奖的嘉明茶园茶农高造曲 将奖牌挂爆 悬挂在门旁 地方农会也予有荣誉 转型做蜜香红茶 由于它有地方特色的风味 也造就我们整个茶区再度的复苏 从早期的茶区减产到60公顷左右 由于蜜香红茶的研发跟发展 我们现在的蜜香红茶的面积 已经恢复到100多公顷了 这是我们对我们整个地方产业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再来就是造就了我们整个茶产区的 一个就业机会 这是香蜜香红茶产业 虽然仅有20多年的时间 然而独特的花果香气蜜味 温润甘甜的茶汤侯韵 不仅消费买气波夫妖儿之上 力久不衰 更带动地方茶产业起始回升 蓬勃发展 而对地方茶产业的贡献 茶农高造曲功不可没 因为我们茶区讲起来 海拔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说在当初我们在制茶的时候 是非常辛苦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要把我们制茶的技术要学好 可是到了后来 我们这个华联县政府这边 他就在推无毒有机的这个农业 所以说从那开始 我就是来做蜜香红茶 到95年拿到世界金牌奖以后 各茶区他们都一直在就是跟进 在当初一直研发到现在 是成功的 所以说这个茶改厂 他就帮这个贡献奖给我 20多年前 嘉明茶员茶农高造曲 与茶改厂产学合作 成功研发制作蜜香红茶品 并将产学技术大方分享推广 带动地方新兴茶产业的发展 尤其也曾获得世界红茶 评鉴比赛的冠军 堪称是蜜香红茶的鼻祖 今年货班农委会年度茶产业 结出贡献奖 蜜香红茶达人实至名归 记者是日蓝瑞瑟采访报导 太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